哈喽 哈喽大家好 我是水姐 现在去河滨看一下有没有 涨洪水上来 准备晚上下了一个晚上 今天又下了一天的雨 看一下 不会又涨洪水上来 我的玉米过两天准备就开卖了 但是涨上来就完蛋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洪水已经 涨到这上面来了 晚上估计会把我这块草给腌了 不会长到玉米地吧 已经到这里来了 马上就上草地了 看水急冲冲的 长得好凶猛 明天还有暴雨 后天大雨 连续两天 反正这一个星期都有雨 可怜我的玉米 千万不要涨上来 我这大水 抢尸 两个打起架来 这个洪水已经涨到这里来了 这条送我们走的主岛 也看到洪水已经到这里来了 比上次涨的还要大 前面的花生地已经全部被泡完了 小姐的房子有点危险了 现在不下雨了 不知道今晚会不会下雨 看外面有两个在捞鱼 这个雨终于天了 刚刚去小姐那里看了一下 那个洪水估计长不上来 但是 还要连续下三天大雨 我的黑玉米过两天 马上就可以得慢了 千万不要涨着上来 让我的玉米 淹掉 千万千万不要涨上来 不赢 你半年的功劳就白费了 以后再也没有信心 再去种了 看一下 刚刚下完雨 这公子好漂亮 刚刚吃晚饭的时候 打电话给小九 说洪水快涨上来了 小九 记得要命 赶紧说快点搬东西呀 把我的车转移呀 然后他就叫我先来搬找钥匙 他打电话给我们村 谈地 叫他搬转移下车 阿平现在还没回来 叫我赶紧搬小运的东西 水有那么多东西 水还没上来呢 车已经转移到 我们村上面那个 球场去了 那里很安全 应该不会涨到那里 然后小运这里 看一下明天下不下雨吧 如果不下雨的话 他应该就不会涨上来 震震跑出去了 还有没有回来 保湿机回来了 我要在这里等他 但是今天晚上不要 不要关他们了 万一那涨入水他们可以逃命 或者是他跑到热楼去 好了不说了 拜拜 这个果宽 明天把它拉上去 车已经转移了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也好 继续